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日本晶片设备制造商国际电器Coccusi Electric正在扩大其在中国的员工规模,预计2024年来自中国成熟晶片工厂的需求会增加。 其执行长,Fumiyuki K9预计中国产能将持续投资,并计划在中国扩大团队规模,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。 中国的产业扩张,部分原因是努力应对美国对先进晶片设置更高壁垒,进而实现晶片生产的本地化。 中国企业已经向传统晶片工厂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,成熟晶片是从手机到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中的关键组件。 K9称,无数小型制造工厂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中国政府正在为物联网、手机和个人电脑等行业提供积极支持。 K9表示,中国的投资将覆盖28奈米及以上的记忆体、逻辑和功率晶片。 中国目前占据了Calcusi超过40%的收入,这在一定程度上,是因为其他地区需求不旺盛。 Calcusi预计该比例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升到略低于50%,尽管中国对该公司收入的历史贡献约为30%。 K9说,他们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只是为了提供售后服务,并没有在那里进行生产或研究的计划。 他们将增加人员,以满足当地的需求。 Calcusi是薄膜沉积领域的关键参与者,即在半导体生产过程中,在锡片上沉积一层化学物质,然后再进行电路时刻。 该公司的设备采用批量原子层沉积技术,这是一种高级技术,有助于高效生产,具有多层结构的晶片。 Calcusi公司的主要客户是NAND快闪制造商,改领域的需求一直在下滑。 Calcusi也认同技艺体市场具有挑战性,并表示公司计划多样化其产品组合,并可能通过收购,进军相离市场。 与此同时,中芯国际发表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,销售收入同底增长3.5%,环比增长3.6%至16.783亿美元。 月高于指引,2023年全年中芯国际销售收入为63.2亿美元,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9.025亿美元,相比2022年分别减少13.1%,50.4%。 毛利率为19.3%,基本符合中芯国际年初的指引。 中芯国际联席执行长赵海军在2月的业绩会上表示,公司2024年仍然面临宏观经济、地缘、同业竞争和老产品库存的挑战,在客户库存逐步好转和手机、互联网需求持续回升的共同作用下,公司实现平和温和增长。 但从整个市场来看,需求复苏的强度尚不足以支撑半导体全面强劲反弹。 赵海军表示,2024年晶片代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在短时间内很难回到前几年的高位。 公司在持续投入的过程中,毛利率会承受很高的折旧压力,但会始终以持续盈利为目标,严格控制成本,提高效率。 中芯国际联系执行长赵海军表示,第三季度手机等行动装置产业链更新换代,一些有创新的产品公司得到了机会,启动集单开始起稳回升。 赵海军认为,近两年的全球晶片缺货和产业过热后,半导体行业遇到库存高企,宏观经济低迷,以及地缘愈演愈烈引发的市场需求的深度修正和同业竞争,至今仍在持续。 他指出,在2023下半年,市场整体库存情况有所缓解,在高端产品领域也看到热点,但中芯国际相关的手机和消费电子等领域仍然没有大的回转。 中芯国际表示,过去一年,半导体行业处于周期底部,全球市场需求疲软,行业库存较高,去库存缓慢,且同业竞争激烈。 受此影响,集团平均产能利用率降低,晶圆销售数量减少,产品组合变动。 中芯国际称,2023年第四季资本开支为23.409亿美元,2023年全年资本开支约为74.7亿美元,2023年底折合8英寸月产能为80.6万片,年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5%。 赵海军还介绍,2023年全年的智慧型手机和电脑总量只是些许成长,行业并未全面复苏,所以中芯国际还在密切观察,集单是否能够持续。 赵海军还表示,2023年四季度,中芯国际的手机终端图像感测器CIS显示驱动晶片DDIC表现亮眼,CISISP收入环比增长接近60%,产能供不应求。 DDIC、TDDI触控与显示驱动集成的收入也环比增近30%,在40奈米,55奈米节点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。 此外,阿末LED驱动晶片技术也形成了较好应用布局。 赵海军还表示,公司产能释放不会忽冷忽热,而是会保持定力,以云速式发展来建设产能。 中芯国际今年的资本支出基本于去年持平,但每个季度的花销会取决于不同工厂验证的速度,客户订单给辆情况以及设备交货进度,每个月有起伏,但不是特别多。 中芯国际副总裁吴俊峰表示,此前高投入形成的折旧压力较大,去年新增折旧,在今年还会继续形成折旧。 所以预计中芯国际2024年的折旧会比2023年增加大概三成到四成左右,并且各季度之间折旧会逐步增加。 据报道,中芯国际的大部分业务仍然来自生产不太复杂的半导体,这些半导体用于家用电器和电动汽车等多种设备。 分析师Charles Shum表示,对这些零部件的需求疲软,给其利润率带来了压力。 核心挑战在于,中国国内对成熟节点晶片的需求停滞,反映出消费电子市场低迷和本地智慧型手机销量反弹缓慢。 使该问题更加复杂的是,中芯国际的战略转变是用利润率较低的商品型晶片来填补产能,这些晶片的特点通常是订单量较小。 这种转变不仅降低了平均售价,还加剧了毛利率挑战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赵海军在业绩说明会上明确表示,2023年第三季度,智慧型手机等行动装置产业链更新换代,一些有创新的产品公司得到了机会,启动极单,开始奇稳回升。 赵海军并未明确提及是哪家公司,哪款产品,但不少人也许都知道,去年第三季度,华为没有任何征兆地发表了划时代的Mate60系列,配备麒麟9000S处理器。 因此,背后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。 集邦咨询在分析报告中指出,中芯国际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,除了官方说的半导体行业周期处于底部,全球市场需求疲软,行业库存较高,且去化缓慢,同业竞争激烈,持续投入和设备折旧压力很高等等,还有工艺方面的因素。 据称,中芯国际正在从7奈米工艺向5奈米节点迈进,尤其是与手机厂商紧密合作,在上海专门建设了一条生产线,尤其是重点放在5奈米工艺上。 不过,业界消息人士估计,中芯国际7奈米,5奈米工艺的价格,或者说,成本相比于台积电,要贵多达40%至50%,但是量品率还不到三分之一。 更有说法称,中芯国际即将向交付第一批5奈米晶片,并给予优惠价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